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平定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火热的话题 最近在南海发生的中非船只碰撞事件 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故意造成碰撞 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也进一步加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 中国指控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 以不专业和危险的方式行事 而菲律宾则反驳称中国船只的行为是蓄意挑衅 这一冲突发生在萨宾纳礁附近 恰逢双方在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美国也对此表示谴责 并表达了对菲律宾的支持 随着中国在南海的强硬立场 以及美国的介入 这一地区的局势愈发复杂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南海的波涛汹涌中 北京和马尼拉迎来了新一轮的紧张对抗 10月的某个周六 南海萨宾纳礁附近一场船只相撞事件 再次将这片水域推上了国际新闻的头条 中国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对船只在此相遇 结果互相指责对方故意撞击 令本已紧张的局势更加剑拔弩张 中国海岸警卫对发言人刘德军 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 指责菲律宾船只9701 在12.06分故意与中国船只5205相撞 他声称 菲律宾船只的操作 不专业且危险 导致碰撞发生 并强调中国船只在操作中遵守了规定 然而 刘德军并未提供更多细节来佐证他的指控 菲律宾方面则展示了周六对抗的视频 菲律宾海岸警卫对发言人杰伊塔里埃拉 在新闻发布会上直言 中国海岸警卫船 直接且故意地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 撞击了菲律宾船只 这次撞击损坏了菲律宾最大的海岸警卫舰之一 长97米的特蕾沙马格巴努亚号 但幸运的是 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撒宾纳礁是两国最近一个月内第五次海上对抗的现场 这片礁石距离菲律宾巴拉旺省以西约140公里 位于国际公认的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 该地区还靠近第二托马斯礁 这里也是中国经常阻碍菲律宾部队补给的热点 上个月中国和菲律宾曾达成协议以防止在第二托马斯礁发生进一步的对抗 然而这片水域的平静似乎并未持久 中国迅速扩展其军事力量 在追求对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声索上变得越来越强硬 这些领土争端涉及多个国家 包括越南 台湾 马来西亚和文莱 2016年常设仲裁法院裁定中国的广泛主张 没有法律依据但北京拒绝接受这一裁决 这片水域每年有价值3万亿美元的贸易通过 被认为富含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以及鱼类资源 这使得南海成为各国竞争的热点 在周二的记者会上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萨摩尔·帕帕罗透露 美国军方愿意就护送菲律宾船只进入争议水域进行磋商 以应对敌对行为的激增 他的言论揭示了美国高层的考量 这一潜在行动将使美国海军船只 面临与中国船只直接碰撞的风险 这一消息无疑为已经紧张的局势 再添一层风险 随着这些冲突变得越来越敌对 菲律宾政府面临着是否启动 与华盛顿的条约联盟的问题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马利凯·卡尔森 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表示 美国谴责中国多次危险的违反国际法 包括今天的故意撞击行为 他强调华盛顿对菲律宾这一条约盟友的支持 这无疑给予了马尼拉更大的底气 来面对来自北京的压力 就在这次事件发生的前几天 中国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 在萨宾纳礁附近曾发生过另一次碰撞 据报道 至少有两艘船只在这场对抗中受损 但没有报告伤亡 中国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刘德军 再次呼吁菲律宾撤离 并警告将采取必要措施 挫败一切挑衅和侵权行为 他强调中国的立场 是坚决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然而菲律宾并未因此退缩 塔利埃拉表示 尽管受到中国海岸警卫队的骚扰和升级行动 马尼拉不会撤回其船只 菲律宾在4月 向距离菲律宾巴拉旺省海岸75海里的萨宾纳礁 部署了一艘船 并指责北京建造人工岛 称其已经记录到沙洲上 有大量死去和被压碎的珊瑚堆积 北京否认了这一说法 本周早些时候 菲律宾海事委员会报告称 中国飞机对一架在黄岩岛和主壁礁上空 进行巡逻的民用飞机 进行了不安全的机动 这些冲突事件 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两国间的敌对情绪 菲律宾指责中国 阻挠了一次例行补给任务 称中国船只着撞击并用水炮 攻击了一艘运送食品 燃料和医疗用品的渔业局船只 就这一系列事件 专家担心南海的紧张局势 可能会激化 最终引发更大规模的对抗 尽管如此 两国都试图缓和海上及时冲突 上个月 双方同意允许菲律宾 向第二托马斯交的哨所 补充食品物资和人员 这一过程 暂时没有报告任何冲突 然而 长期以来的领土争端 并未因这些暂时的协议 而得到实质性解决 北京和马尼拉的每一次碰撞 每一次指责 都在南海这片水域掀起新的波澜 这些事件提醒着我们 在这片战略要地 国际法和主权之间的角力 仍在继续 而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都可能引发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局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记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各位同志们 说到这次北京和菲律宾在南海的船只碰撞事件 我得说 这可真是一场经典的鸡鲜还是蛋的问题 菲律宾指责中国撞船 好比是指责牛奶变三了 却不看冰箱坏了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 无论菲律宾 越南还是马来西亚 都早就不是新闻了 说白了 历史记载和现实地理位置 都让中国在这片水域有着说不清的先天优势 1935年 中国就公布了南海诸岛名称 这可不是拍脑门决定的 楚天书 你说的这些可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中国的历史记载 那菲律宾是什么 脸皮薄的潘多拉宝盒吗 2016年常设仲裁法院的裁决 那可是国际法庭的定论 否定了中国的广泛主张 菲律宾在自己专属经济区内 你家门口肿葛菜还得问邻居的意见 中国船只在那里横冲直撞 这不就是在自己家门口被邻居家闹翻天吗 谢其其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菲律宾的房子 长了两条腿 自己跑到南海中央去了 先不说那个仲裁庭的裁决 中国可从来没认账 再说 美国总是扯着一个自由航行的旗子 居心何在 他们可从来不担心自己家的后院期货 萨宾纳礁距离中国630海里 怎么就不能是中国的呢 要知道 当年郑和下西洋那可是遍布南海 这些历史都会算到中国的头上 楚天说 你这郑和下西洋的论据真是太经典了 按照这个逻辑 还不如说马可波罗来过中国 所以意大利也得有份儿 你说美国 这次可不是他们自个儿来闹事 是菲律宾请美国来帮忙的 这个世界上可不仅仅有历史 还有国际法和现代外交 中方这么强硬 真是逼得大家没法安生 难怪菲律宾要寻求国际援助 谢奇奇 你这魔说我还真不得不佩服你了 国际法 那不过是大国游戏的工具罢了 说到现代外交 美国可没少在亚洲挑逝儿 这次事件 无论怎么说 都是因为菲律宾试图在中国的地盘上搞小动作 那些所谓的国际援助 不过是让菲律宾成为大国争霸的棋子罢了 中国也不会坐视不管 毕竟这些水域对中国来说 不仅是主权 更是国家安全的命脉 楚天书 你这么说 真是把自己家说得像个受害者一样 南海是国际航道 不是哪个国家自个儿的后花园 你说菲律宾是棋子 那中国的九段线可不就是在下棋吗 再说 国际法是所有国家都应该遵守的 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 中国这么咄咄逼人 真是让人怀疑是不是想把南海变成自家后院 这种行为不仅让邻国不安 更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与对抗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